那时和丹顶鹤繁殖的地方 这个神态幻境一定是好的 凌晨四点多 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 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 每年的二三月份 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 大家普遍认为 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什么叫冒密的鹤维葱 密不透风 你要找个尿串 太难了 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神经里繁殖 你不走到脚底下 你看不到的这么够的鹤维 你在什么地方 别人都不知道啊 甚至都没有收集信号 瞧瞧的 哪边还有 这边已经出头了 上面这个神经啊适合鹿类 适合鹿类啊 它应该也适合戴林河 在这儿繁殖 它就这样的神经嘛 是吧 鹿维赵子 我就怕蚊子 蚊子是最难对 比如说你飞着蚊接了 或者拿着香接了 有的你浑身难受 你大家不过来 你知道吗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 是黄河岸边的滩图 他认为野生丹顶鹤 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这确定是个臭 这是今天 你有个臭书花来 这是开着个鹿 真是像丹田河的鹿 很可能就是丹田河那个臭 一个个清晨 一次次寻找 张树岩确信 他一定能找到 野生繁殖的丹田河 这种信心来自于 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 也来自于 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你看 那干什么 哎呀 你看 太好了 我们今天太幸福了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 在黄河三角洲 野外繁育的丹田河 这个春天 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 在野外生活的丹田河家庭 这珍贵的反应 记录了 在黄河三角洲 这个新的家园 小丹田河哪里 如何生存 女子 女子 爱 全住你 我在同一个月 可以 能适合 淡定和繁殖的地方 这个神态幻境一定是好的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 一定会把这块实际 保护得永远也好 多年以后我退休了 一闭上眼睛 就好像我一样坐在 那场实际当中 呼吸了草的方向 提起了鸟的命格 感受的分子轻入了 就好像回到了 二生的那片天一 太幸福了 爱 两颗心结不断地创线 我的喜悲都让你包围